慰露不不取暖 那做甚麼? 我們歡迎今天的嘉賓 文化教我鄭天蓮 我身邊的人可能都喜歡文化 他們很想他另一半 不要那麼集中喜歡文化 我追求他的時候 我這個大學教授和他雙方奇才 我是教他做玻璃跳棋 他喜歡看球 現在輪到我學看球 慰露不取暖 解憂四人台無底心談 好,Kandice 多謝你的耐心 我是蘇更淳 我看到你的困惑 想起的是我兩個很好的朋友 一個是艾空 一個是李怡 這兩個朋友呢 都有人稱呼他們做季節 就是聊季外的人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和年紀大之後 他們對於他們的本類 希望玩到一個同志的自同道合 有共同自粹的本類 但是當他們的年紀 逐漸大之後呢 尤其是外風 在年紀大之後 他就突然間呢 就提出一個 《識破天經》的說法 說一個自衛的老人的身邊 最好有一個白癡美女 以李怡呢 也都符合他們的境界 他們是將一個美女 和一個聰明的女人 覺得是一個不理想的本類 틀 45 자 其他人其實他山蜘蝦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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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馬蝦 代 exceeded 最后,就是亮与烈,亮与聪明 第三,就是超与不烈,超与白痴 最后,就是纯与超用 这四级,是他们的伴侣要求 我就觉得,在你所说的情况下 你的男友在渣戴和你一样喜欢文化艺术之后 当他能够得到这个欢心之后 他们就自己顾自己,暴露出真正的面目 就自己会做尖,变成一个鸡肉男 这就是艾空所说的一个聪明之外 没有犯法聪明了,是一个傻的美女 一个鸡肉男,你可以把他动成美女 对吧? 他其实不是喜欢文化艺术 你就可以将他带入艾空的公式里面 就是一个白痴 为什么他们两位大作家 都不希望自己找回一个写作界的才女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和这种子同道合的才女相似 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一点,你可能现在还未能明白 或者要比较长时间 才会领悟 但是呢,我就觉得 都可以从中得到某一些开发 就是如果有一个男人 他是炸带中意文化艺术 而追求自己 然后暴露出他的真正面目 其实他只是希望去健身 做一个鸡肉男 那为什么艾空和李怡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找一个 容易相处的伴侣 不会令自己头痛 而是对方头脑简单 可以这么说 那么,世界上有些很有才华的女人 那么,如果相似得不愉快 那么,又有什么好呢? 那种有才华的女人 那么,你可以放远一点来欣赏她的 那,当于妖才华的男人 或者并不一定要成为你的本类 你可以以这个中外灵做来自 它是玩到无然性 而是和她是一个匹配的同样有才华的男人 但是,她和无然性 是以失败 后面的被她很大的重生 她后来再找到的一个蓝牙 就是一个美国人 显然和她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蓝牙的理想是一个左派民人 但是,和湖南成比 根本就不是同一条线的人 她反而是和蓝牙 可以说有头有美 是吧? 虽然蓝牙是早死的 她老婆都是孤独中老 但是,无然性对她的胸怀 可以说明 就是说,一个有才情的女人 文化艺术的成就很大 并不一定要找到一个相对类似的男人 希望,这些对你会作为一个参考 或者,你从中都会想到多些东西 或者,会有些改变都不定的 祝福你 再见 祝福你 祝福你 请 我们妹子 你 знаем 记录 辞来的 爱的 可真 爱 每个人都想好 我们选择 原来的 我 成的 难去 数实在的人适游 分一分 去难去 爱恨的千苦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 它依然护进我胸口 为之为那城市转 遍地面空后的翻云覆雨收 来一来去难去 数实在的人适游 分一分 去难去 爱恨的千苦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只见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 不愿走的传说 来一来去难去 数实在的人适游 分一分 去难去 爱恨的千苦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只见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是不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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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底心探